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北京的一名滴哥 话说去年11月18号的早晨 滴哥赵玉川直夜班回来 这两眼一闭 一整半天过去了 一看表都中午12点多 时间刚刚好 再等会听下故事会就要开始了 这句话我家的 赵玉川拿起遥控器 先转一遍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北京当地的新闻 引起了他的注意 2010年11月14日 在朝阳区通费河高飞店条下 发现一具无名男尸 该男子身高1.82米 年龄在20岁左右 看到这个消息 赵玉川心里是一阵阵的发生的 才20岁左右的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要是孩子的家长知道了 指不定多伤心 最后他简单的做了点饭 是一边吃着这脑子里还行的 一会收拾收拾车 晚上可又得值夜班了 就在这个时候 咚咚咚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一听这张 小赵估计是赵玉川出去遛挖 没带钥匙 赵玉川赶紧放下网筷 等他把门打开 赵玉川闪身进来 赵玉川定睛一看 怎么老太太身边还有两个人呢 警察 还是刑警 哎呦喂 怎么回事 找我的 两位警察同志神情严肃的说 你是不是叫赵玉川吗 开出租车的 小赵点点头 蓝鹉又说了 那就没错了 给我们走一趟 这赵玉川立马就慌了 赶紧问 同志我胆小 你先告诉我啥事 成不 他说没什么事 就是 我乘客把东西拉你车上了 但是我想 没有乘客拉我东西 然后他就开着我车 然后就给我带走了 一路上这赵玉川可就泛起嘀咕了 这几天我拉客人没见到东西 会不会他们搞错了 没过多久 刑警队到 赵玉川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里等着 渐渐的 赵玉川可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了呢 他发现周围的人 看他那眼神吧 有点奇怪 赵玉川心里是一阵一阵的发毛 我到底咋了 我最近没犯错误啊 小金库的事我早想老婆交代过了 对了 是不是我小时候揪过女同学辫子那事 不对啊 那哪位干的跟我没关系啊 这事也不至于进刑警队啊 不一会儿 从外面进了两位半案民警 他们让赵玉川回忆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 啊 你想想 都做了什么 我也没必要跟你说什么嘛 你应该自个儿知道 我知道所有人卖出你这一步 都知道 你还是卖的 你扛你扛过去的 他就一直在叫我说 把你所办的事情全说出来 赵玉川不敢隐瞒 把近来几天的日常活动 生活 一五一十的说了个遍 可是半案民警好像对他的回答不满意 我说小赵啊 坦白从关抗拒可从言啊 你可是明白谁啊 赵玉川一听这话 懵了 啥意思啊 我坦白什么呀 我 这边一看赵玉川不明白就立马说了一句 上设备 这一句话 吓得赵玉川一机灵啊 不过别担心啊 警察同志可不是搞刑讯逼供 他们搬来了一台测谎仪 当时我就觉得 哎呀 我这是跳迷环和的心情 当时就觉得确实 我觉得我就害怕 我就害怕 要瞄网着我们 赵玉川心里 那叫一个底个底个的呀 就是忐忑 他这一忐忑 可就一天的时间过去 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警方才结束了讯问 告诉他 没事了 回家吧 这一下这赵玉川总算是 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这心放下了 脑子里还琢磨呢 按说普通的案件 这警察询问 哪会动什么测谎仪呢 难道是哪位乘客丢了什么贵重东西 当然了 肯定不是丢了手机之类那么简单吧 那肯定啊 即便是丢一苹果手机 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周折呀 啊 丢了一汽车人 啊 不会啊 那是外星人呢 对吧 不过 发生什么事了呢 看到画面当中的这位中年人了吗 他姓顾 东北人 就是他家出事 据这位顾先生说 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一对儿女都在北京工作 姐弟俩呢 在通州租房住在一块 儿子小顾呢 二十出头 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代表 可要说顾先生 为什么要从千里条条的老家赶来呢 原来呀 去年11月10 小顾曾对姐姐说 他们当晚要去参加公司同事的聚会 可直到第二天早上 小顾都没回来 刚开始呢 这小顾的姐姐以为弟弟是在公司上班 可左等右等 弟弟小顾到第三天还没回来 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时我就从那个外地回到了北京 顾先生一到北京 四处打听 四处寻找 找来找去 愣是没有儿子的一点点的消息 这下由不得顾先生瞎想了 赶紧报警吧 接下来的几天 顾先生越来越觉得这个事情啊 不对劲 就在这个时候 他接到了警方的一个电话 警方通知我们要辨认尸体 从来没想过他会死 一个活生的一个青年人 会出现很多情况 但跟死亡来说 我们谁都不会去想 尸体会是儿子小顾吗 顾先生忐忑不安的 赶紧跑去辨认尸体 我第一次我否认了 为什么要否认呢 我不想诚意试试 实际上我第一眼看了之后 那个面相 很熟悉 尽管抱着一丝的希望 希望是警方都错 然而顾先生还是看到了一个 令他痛心 是 惨不忍睹 因为在水里头 已经泡了 但是面不皆非 但是我能看出是 中年丧子 顾先生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可是他心里想不明白 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是发生了意外 还是被人害了呢 据小顾的同事说 失踪当晚 小顾和他们公司的同事 大概有十六七个人吧 一起吃饭唱歌来 小顾呢 喝酒喝得挺凶 聚会散了的时候呢 小顾喝醉了 大家就说 我们先给他 在周边找一几个宾馆 先住些 然后有两个人们就 拆和他出去了 然后找了几个宾馆 一个是没有床位了 还有一个就是 不能收现金刷卡 大家也没有卡 然后第三个人找的时候 顾先生就自己非要走 就从宾馆跑出来了 见小顾独自跑了 两名同事赶紧追了去了 就这样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路边 准备搭乘车车 这话说到这儿啊 或许您也想到了 没错 当晚拉小顾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赵玉川 那么赵玉川当晚把小顾送哪去了呢 据赵玉川说 在11月11日凌晨0点50分左右 他在珠江地景小区的红绿灯 被三个人拦下了车 他这个汉山脚露在外边 衣衫不整 我就说 我说你喝酒了吧 我说他说这样我能送回去吗 他刚才说 说那个没关系 说他已经清醒了 可以去拉的和能找的家 一看对方打了保票 再扭头看看醉酒的这位 赵玉川启动了车子 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嘱咐他 务必将这个人送到通州的黎原 并且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告诉他一到目的地就拨这个号码 此人的姐姐呢就会来接他 赵玉川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号码存在了手机上 开车上路 没一会儿啊 这车就上了精通高速 这个时候赵玉川突然发现 操作台上的灯 晾了去 这赵玉川的心里 蹦的 可就提了去 他那双闪就这时候 差不多就 就给他们晾了 赵玉川回头一看 原来是醉酒的小姑把车门打开 哎呦呦吓了这赵玉川的 赶紧把车速降了下来 停在路边的紧急停车带 这车一停了 小姑拉开车门 可就啊哇哇的 狂渡气了 这小姑吐得厉害 赵玉川急忙拿出电话 拨打存在他手机里的那个电话 我拨了一电话 当时那个是一个男的接的 那意思就是说打错了就没意思 然后就挂了 电话号码竟然是错 赵玉川想问小姑 而此时小姑已经回到了车上 赵先生见状便发动车子继续行驶 可没走多远 双闪又亮起来 没办法 赵玉川指的把这车呀 又停在路边呢 小姑下了车 蹲在路旁又吐起来 就这样 这辆车是走会儿停会儿吐会儿 走会儿停会儿吐会儿 如此折腾了三回 这个时候小姑开口了 哎 咱别继续走了 通下驴儿我回不去了 咱画个地儿往回走 他刚才说走 世纪城 我说咱到底去哪 是去世纪城啊 我就下车了 就转到这儿 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是去世纪城啊 还是去通下驴儿 他刚才世纪城 这个时候的小姑是不是清醒 赵玉川不知道 不过这世纪城在北京海淀去 和通车可正好方向相反 一个在七一个在东 大家去哪呢 我说那可没法送了 我说咱们得互相体谅 玩这么玩 你跟这儿打车也不好打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 明确的就是那个清醒人的电话 我说我才能送你 听到赵玉川这样说 小姑掏出手机 连拨了三个电话都没人通 赵玉川觉得这下可没法再走 就在这个时候 小姑又一次开门下车 赵玉川没办法也跟着下 他在我家买的方 没事 从兜里掏出一个 你看十块的 没搭理我 他五块了就用C给我了 C给我之后 我说你给我钱干嘛呀 我就说你给我钱干嘛 我把这五块钱给他了 赵玉川说 他劝小姑再找个电话试试 看能不能问到他确切的助手 好把他送回家 可这时候的小姑呢 哎 一句话不说 估计那是醒酒呢 因为我毕竟是干出租 还要去拉活呢 还要去养家户 我得干活 我跟他陪那时候就待的时间就相当长了 所以我就开车就走了 从11号凌晨0点50分开始 到赵玉川开车离开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两人是在一起 但之后 小姑去哪了呢 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赵玉川不清楚 故事讲到这 相信大家伙也能把前后发生的事情串起来 赵玉川离开后 小姑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几天后 就有人在他们最后停车地点附近的通汇河中 发现了小姑的尸体 您说这事呢 这也难怪赵玉川被调查 可这小姑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意外呢 我也没想到他会发生这事 我知道他发生这事 打死我 我宁可不干了 我也得跟他呆着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会发生这件事 最终警方认定死者小祖 其溺水死亡 其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终止调查 第一哥赵玉川在刑事上洗脱了嫌疑 他是长输了一口气 但是令赵玉川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后 他又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民事纠纂中 怎么回事 原来对于小姑的意外死亡 顾家认为 出租汽车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今年的一月将赵玉川所在的出租公司告上法定 要求赔偿63万元 第一次开庭 第一个赵玉川是作为证人出庭的 但在开庭的审理当中 原告当庭将赵玉川和小姑所在的单位都追加成了被告 赵玉川在同事职务活动的过程中 严重凭害了不时宜的合法权益 导致不时宜死亡 通设公司作为故族 赵玉川作为直接责任人 应当依法对赵不时宜的死亡赔偿 承担连带责任 赵玉川对自己被起诉横改意外 他觉得这件事是个意外 当时的情况下自己尽到了阴近的义务 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听审中出租车公司指出 按照北京市出租车管理条例的规定 乘客醉酒或者精神病患者 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 出租车司机可以拒载或是终止运输合同 可赵玉川外面没想到 以此深夜拉客竟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大一个大麻烦 冤 觉得就是说不可思议 觉得这么倒霉 反正就是说这种都迎为起的 就对这种感觉反正是不大好 目前那位顾先生起诉要求赔偿的民事案件 仍在审理当中还没有个结局 赵玉川这边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放弃了晚上出车的习惯了 可是几十万元这个数字压在心头堵到我 就连白天出车时他也时常是不在状态 我们就找客人 要不然给我打电话让我注意点案子 别再出点什么事 听前面老是恍恍惚惚的 将近有半个月吧都有 然后那个都是就是老出在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迷迷糊糊的状态你知道吗 外边也在家里边也在都累 赵玉川一家的生活全靠他的收入撑着 尽管心情恍惚但每天还得照常出车 瞅着就已经喝的比较多了 根本就不敢打了实话说 白天就不敢打了 对白天只要看着像喝酒了或者穿着不怎么什么的就不敢打了 赵玉川这时的心情是一朝被蛇咬十年爬惊惩 吓怕 而很多迪哥听说了这件事后都替赵玉川很怨 他们说大多数的情况下乘客既是醉酒了 他们也不敢聚在害怕被投诉 还有的情况就是乘客上车之前迪哥并没有发现 这乘客喝多了喝高了 等这车开出一会儿才发现让他往月球上开 这一看喝多了 这个时候他也不能让他再下去 人家他也不骂人他也不打人 他想搂这司机跟这司机掏紧 说哥们怎么怎么样他想跟你聊聊 可是您说开着车呢那怎么弄啊 所以那种就靠路边上然后 想玩给他劝下去呗 那您是不是没把人家送到地方了 关键是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去哪 您说我怎么弄的 车前就等于是白拉了呗 虽然像赵宇川遇到的情况他是个个案 但低哥们还是很有可能遇到的 那么一旦遇到他们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 汽车司机根据那个北京市的有关出租汽车的条例 那么对于这个聚酒上车的人他是可以聚载 是可以在这个上车以后又要求他下车的 所以那个反过来那个理解呢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司机来讲呢 他聚载也罢或者是不让这个喝醉酒的人下车也罢 那么他是不违法 专家说的是一种情况 那么对于拉了单独乘坐的醉酒乘客 途中又出现变化 无法将对方送到目的地 低哥们又该怎么处理呢 比如说你把他交给警察呀 或者你把他送到派出所呀 对吧 或者你哪怕在他 实在你没有办法动弹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跟他打120呀 这样的事情是不是120一定要管 我们规定也不是很明确 对吧120虽然可以出车 但是这个费用怎么解决 像这些问题独有待遇 我们的法律规定和完善 听了专家的一番话 我们又查讲了一下 发现当下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中规定 出租车司机对醉酒乘客可以聚载 或是终止合同 但也没有规定 这些醉酒的人下车以后应当怎么安排 是吧 咱都知道 醉酒的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没准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出租车司机格外注意 要尽力保证对方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不过咱这话也说回来 咱大家以后的应酬 酒少喝点 头脑清醒点 好多麻烦和意外 不就可以避免了呢 这正是 午夜出租期醉鬼 谁想乘个进溺水 第一个是否该担责 期待法律 期待法律 咱们